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阿差亚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 我们刚刚完成的一个网站案例 这是用wordpress做的外贸独立站 是2B的 这是一家商市公司 这个网站是面向国外市场 产品是宠物食品 这个网站是用wordpress加Avada主题制作的 网站的主题是在setground的美国机房 我们在国内访问速度会慢一些 这个网站的域名比较讲究和各位分享一下 前面的rainbow是彩虹是企业名称 后面的pet是宠物 fd是food食品的简称 所以这个域名是彩虹宠物食品.com 这个网站是用ssl加密的 主站是英文版 放在setground的美国机房 中文版放在阿里云机房 内容和表现形式和英文网站一样 还没有上线 上面这一条文字是Avada主题 新版本才有的一个动效 网站的导航比较简洁 首页关于我们 产品OEM和ODM 这两项是产品 产品是用wecommerce做的 然后是新闻还有联系 只有这几个栏目 下面是首页的首图 再往下走是三个主推产品 再往下走左侧是企业的视频 右侧是新闻 再往下走是最新产品 最后是页角 页角主要是联系方式 企业地址 邮编 电子邮件 还有电话 中间是主要产品的分类 页角这个部分是全局的 下面看一下关于我们 左侧是企业的图片 右侧是文字 文字的标题 著名了股票代码 下面这一块是认证和证书 再往下是新闻 然后再看一下产品的部分 产品是分产品和OEM ODM 这两个栏目下面都有分类 做法是一样的 和各位分享一下 其中这个主栏目 点击这两个主栏目 进入到的是 当前这个大类的所有产品 这是产品列表页 archive页 每页24个产品 左侧是全局的产品分类导航 产品下面有三个分类 这个OEM和ODM 这里面的产品比较多 分类也比较多 看一下产品详情 产品的URL地址是这样的 前面是域名 然后跟的是产品 产品下面跟的是具体产品的名称 这样比较有利于SEO的优化 另外产品名称也可以看出来产品相关的特点 冻干的香蕉 然后再看一下新闻 新闻一共有四个分类 内容还在翻译中 这是比较常规的新闻 最后是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左侧是一些简介 联系地址 邮箱 它的邮箱是腾讯的企业邮箱 VIP版 是那个付费版的 右侧是表单 提交到后台和发邮件 下面是谷歌地图 公司在安徽 下面是一个newsletter的订阅 这是一个标准的外贸B2B网站 有企业信息 产品信息 中英文双语 这种网站算是 Wordpress外贸独立站的标配 我们给客户做好网站之后 客户自己来维护新闻和产品 这个外贸独立站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XR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